大家好,我是五课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ub光影设置 其中重点是地理位置的参照 难点是阴影工具栏的设置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单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ub光影设置 首先我们打开Skychub 打开我们的素材文件 选择光影设置文件 此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油桶的一个模型 我们右键选择模型信息 在类型上单击选择地理位置 可以看到已经对这个油箱进行了一个定位 同样我们可以选择清除位置 或者是添加更多的位置 我们在使用Skychub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就是它会基于谷歌地图 对全球进行一个定位 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个位置 选择香港 可以在线的选择一个其他的地理位置 那么有同学要问了选择地理位置的目的是什么呢 选择好地理位置之后 Skychub可以模拟真实的光影角度和强度 方便我们对景观模型进行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任意的选取一个地理位置 点击一顺甲的选取位置 进行放大和缩小 然后点击抓取即可 在这里我们使用默认的地理位置 在下侧还可以进行一个首度的设置 我们知道某地的接纬度之后 也可以现样的输入一个具体的位置 在这里为大家演示一下 北纬26度和东京118度 好了完成定位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光影进行了一个变化 此时的光影就是 刚刚我们设置的东京118度 北纬26度的光影设置 第二项设置阴影工具栏 我们选择试图选择工具 将阴影工具栏挑出 阴影工具栏可以对我们的时期 日期时间等参数进行十分详细的调整 单击第一个按钮 可以实现阴影的开启和关闭 滑动左侧的滑块 可以选择一个详细的日期 表示一年四季光影的变化 右侧可以选择一天当中光影的一个变化 另外在默认面板当中 我们也可以对光影进行一个详细的设置 在默认面板我们选择阴影 右侧的亮度滑块 我们滑动可以调整场景的整体亮度 数字越小 场景越暗 下方的暗也是可以调整场景的亮度 数字越小 阴影越暗 此时我们在后侧画一个盒子 将光影使模型可以照射在盒子上 我们单击显示上的再频慢 就可以关闭投影的显示 第三项 物体的投影与收影 在现实的物理世界当中 我们除非是特别透明的物体 否则都会在灯光的照射下产生一定的投影 但是为了美化图像 我们通常会隐藏一部分投影 在这个模型里我们需要将盒子上的投模型 进行一个隐藏 我们选择前方的模型 右键选择模型信息 如果没有出现下方的框 我们需要点一下显示详细信息按钮 关闭投射影影 就可以关闭掉我们邮箱的投影 取消我们的接受影影 表示我们的邮箱不会接受任何投影的显示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关掉其他阴影的显示 好了 本节课程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